定期检查和下次使用前的准备 定期检查 指定一位管理员负责定期检查AED 安装AED时,确认操作手册中安装和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日常检查,检查状态指示是绿色的 如果有问题,状态指示会变成红色打叉 并每隔10秒会发出警报声响 如果状态指示符号为红色打叉 打开AED上盖检查面板上的测试结果及语音指示 每月检查 检查状态指示符号是绿色的 电极贴片和电池组的有效日期 电极贴片连接的状态 电池剩余的电量 按下电极按钮检查时,会发出嗶嗶声 大人或小孩模式开关的切换 此外,检查AED外观有没有裂痕 在每次检查时,可利用操作手册上的检查清单来进行 下次使用前的准备 使用选配的软体 将急救资料储存在PC上 移除更换电极贴片 由电池状态指示灯 检查电池剩余的电量 如果只有一个绿灯量 或0%指标的红灯量 请立刻更换电池 AED有两种电池可供选择 两年、四年 在某些情况下 电池寿命可能会缩短 设定大人、小孩模式开关 并确认开关的位置 盖上盖子 将电源关闭 确保状态指示符号变为绿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